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内蒙古一太计算 对 内蒙古一太 赵老师今年还是代表黑龙江或者说率领黑龙江队的出展向下 但今天黑龙江队没有延续去年的这种强势 因为大家知道去年黑龙江队下得非常的好 提前了好几轮就取得了冠军 也第一次使现在冠军步入了东北三省 今天黑龙江队开始这一阶段下得确实不进入人意 那么赵老师也带领了全体的黑龙江队的分体直追 那么他自己也非常努力 作为一名酒精沙场老将也非常不容易 毕竟是五十多岁的选手了 现在全赛场当中能超过五十多岁的选手已经不多了 赵古龙 赵老师是一个 对 然后湖北的柳大华老师 湖北的柳大华 柳老师都超过60岁了 今天这个六十有三了 应该说这个状态还保持的比较好 另外像浙江的于又华老师 对 当然于老师的状态不是很好 他也是上的不是很多 还有山东队的捕风波 也是五十整了 今天 另外像广东队的竹帅吕欣吕老师 偶尔上一场场 还有上海队的红花胡老师 都是接近七十了 但是他上的比较少 那好 我们来接着看这个棋 黑方 红花就是采用的先知路 捕试人五六炮 马八进棋 局一平二 马七进六 这个棋是比较流行的一个开局 就是红方采取了一种皇宫的招法 黑方走这个马二进寺 然后在局九级一来这么饱马 这个招法也非常奇特 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直到提出的这个率先采用的 我反而看到的全国的高手 最早是由上海基脉吞队的赵伟走出来的 他在对着黑龙江的好气超的时候 取得了比较出人意料的好的战绩 是去年下打第一轮 后手期战胜了好气超 这个赵伟呢 确实这个走法呢 也是得到了众多行家离守的这个青睐 很多选手呢 都纷纷效仿这个走法 因为这个走法呢 就是黑方呢 就是不给红方呢 这个顺利扩大先手的这种可能 尽可能与红方呢 对缠 而且对红方也是先手呢 产生了相当的这个反击 危险 红方 红方马二次三 上正马 黑方呢 你看他打遍这个常规 一般来走是正马 但是他突然走泡八瓶期 那他跳正马又怎么样呢 这个 跳正马这个棋呢 他就是后手了 红方不是先手有捉吗 他就泡八瓶 你这个棋呢 就是说整体来看呢 你就是有一点保守了 你不好发展 你这整体 你这个子力 被红方这个 泪马 这个泪炮了 吊着呀 将来呢 容易出一些问题 这个其实整体动作就骂了 他这个动作呢 就是说 争取反客为主 他泡八瓶期 你拒一瓶 他泡金刺打出来 实战也这么下的 有一个很精巧的走法 对 然后这时候红方走拒一瓶 这时候该黑方走 该红方 红方推炮 走炮了一片 因为红方如果想避开这个门幕呢 他得飞边向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就会这么满了 对 因为你捉不着炮 一捉炮 他从足迹拱过来 这个其实黑方呢 也是 比较有弹性吧 他将来这个炮 还有可能炮三瓶期才打出来 还有存在这么一个手段 所以说黑方这个走法呢 确实呢 值得考虑 那红方走 实战没有飞边向 红方走 炮楼圈 对 实战炮楼圈 那黑方这个时候走 鞠 九瓶八 既然你 不飞边向 我的鞠呢 就拐弯出来 这个也体验出这个 作为起手来讲 要灵活激动 根据当前局变的精神呢 随时呢 调整自己的战略战术 他出去以后呢 这儿就等把红方这个鞠呢 杀回头 这是一个先手 红方 再被冥想的时候了 他就把这个鞠呢 杀住 等回来 好 黑方 当然对了鞠以后呢 黑方也有一个后手 就说他二路鞠呢 要长一步 再来继续保护这个马 因为你马一带上来呢 往上走 你中足就失手 然后黑方 红方是冰斗精英 嗯 这部鞠走的也挺有意思 就是红方呢 这个思路都非常好 就是看到这个鞠呢 如果直出 没什么太大意思 就选择从边线的突破 而且他敢于从边线的这个突围呢 这个也藏着一些这个手段在里 好 你继续往下看 往马八经起 往正马 继续冰斗精英 对 冰斗精英 这个冰斗精英 走的也是 这个比较执着 敢于这个进攻 那么黑方呢 选择的是足以进入 对 实际上这样换掉 其实 这个让红方顺利 把这个鞠给杀通了 感觉不太肯 像老师 您觉得这个棋 这黑方除了这个冰斗精英 吃掉 还有什么好的走法吗 总觉得这样子 被红方顺利走出来 不太 是 就很可惜 感觉这个红方这个鞠这么杀通了以后 反正还是豁人开了 对 当然并不说有多大的这个实质性的巨大优势 就是可以考虑呢 黑方 我觉得 可能他当时有两个担心吧 但是一个怕打这个 那个手兵 实际这个路变化呢 黑方也不怕 黑方就是说的 子力呢 如果把这个马换掉了 这个最笨的这个马 这个弱点消除了 那其他的有一点 亏损也不要紧 那红方是不是也有 炮五瓶六的这个 这个 炮五瓶六应该 动作有什么 这个 应该他可能会有炮五瓶酒 炮五瓶酒 他就强行马斯林六晚上上了 这个动作太慢 对 炮五瓶酒 对 这儿你要是拱我的话呢 我打 对 你只能炮一件 对 他炮五瓶四打 逼迫他给打掉 这儿红方还有一点先手 但是我觉得黑方也可战 黑方可以考虑这儿炮一件 把它连路 好 这个其实红方 暂时也不好突破 底下将军也不用担心 他 将军我有抓的先手 反正你要有炮酒 我退一套的地方 我还可以在马斯坚 什么的 总之这也是一种缠斗的方式 就是黑方呢 可以把红方 不让他这个拘出得 这么迅速 当然他这个足备进一呢 走了以后呢 就是红方这个拘上了 拘久近 给他一拱 红方 必然 红方可能先打 对他先打一下 比较细的 对 不会 然后他拒不进我 这样应该 应该还是红方还是优势一点 对红方这个位置站得比较好 黑方这个其实他也只好 把阵形拱过一下 然后红方呢 不下 他也把阵形拱过好 黑方走拘二架下 保住这个足 红方在马上进三 把这个马 把这个马 拱起来 这儿的局面下呢 这个粗略的分析一下了 总来说呢 还是红方略占一些优势 红方这核斗马 控制这个中心的地域比较多 黑方这个拘呢 他尽管守住了这个防守的要道 但是他 毕竟呢 他这个位置有一点不易 就是这个鞠马 对 他不是这么开了 那这个棋 实在当中的黑方是走的是 足九云一 这条棋 你觉得怎么样 老师当时我觉得这条棋挺好的 我当时就觉得双方都没有棋走了 我就滚个边兵等一下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部棋真的是 挺经验很丰富 很老道的一部棋 我觉得 您来点评一下 我感觉啊 这部边兵呢 就说是在没有好去走 所以说也是有用的 但是这部棋呢 确实从本局的进程来看呢 它没什么大用 所以我觉得还是不好 这棋 黑方应该考虑动三龙炮 炮三退一 尽快把这边这行 将来有机会走马上进三的 这对我认为比较灵活一点 符合当前的局面精神 他这部棋走完 他跟本局不是那么紧密配 他可能是想看红帽有什么手段 对 但是这个时候 洪志呢 可能这个确实他今天这个代表内蒙一太以来呢 内蒙五一太啊 他压力比较大 他特别想取得好成绩 对 因为洪志除了是主力队员以外呢 他还是今天教练 可能事务性的工作也比较多 因为这个教练嘛 你要还要考虑到小队员 你王天一比较成熟了 可能管的比较少一点 你要节目这个阵型怎么排 谁上场 谁状态好 不仅仅自己下好棋 还得考虑到全队的这个协调和稳定 那这个棋呢 就是说他一拱这个 就是相比这下 红帮这里有这么一个好棋 对 红帮也不好动 就是我准备捉你炮 然后把你这炮赶离 我这码不就活了吗 对 你要是走这个的话 我正好就打 就红着那个动物 当时想的是这步棋挺好的 你这个中毒一冲 我这炮我有机会 那这棋红帮有这么一个好棋 平坡就打 那黑帮 无论你平哪 对 鞠就退三 一个退鞠的好棋 对 这个棋就麻烦了 他有这一双岗 你看啊 时代当中啊 红帮没有这么走 他还琢磨这个炮六瓶八的 他也是退鞠 他走鞠九翠三 他还准备走炮六瓶八 但是这么走呢 毕竟呢 感觉有一点生硬 从棋的感觉来讲 就是说你没有接力实力 那黑帮呢 这个棋呢 就是说他也容易呢 这个应对你 他实战走的鞠二军六 这个赵国荣赵老师啊 就是说 他之所以呢 就是被誉为这个棋弹弹 也长青树了 因为赵老师出道非常早 1975年就出来下了 赵国荣老师呢 是这个跟余佑华 吕钦 徐天红 补冯波 李来群 他们这些选手呢 基本上是一波的 还有包括上海队的这个林鸿敏 就这一波选手 也出了很多精英 但是赵老师是出来最早的 但是他岁数不是最大的 岁数相距大一点 是李来群 李来群是1959年出生的 这个赵老师呢 比李来群小两岁 他是1961年出生 但是他出道最早 他1975年就出来参加全国比赛了 他这个经验非常丰富 而且他的力量呢 非常大 因为我的棋手呢 给赵老师写了一个戳号 叫推土鸡 当然洪志呢 这个棋呢 也是非常犀利的 对 洪志他也是 小勇山战 而且呢 善于这个进攻 敢于进攻 在这个波拉方面呢 在全国棋台上呢 也是这个 不能说首屈一指吧 也是前三位 对 他也是以进攻 能把局势搅乱 这种能力呢 也很强 所以他们俩 搅乱起来就非常精彩 对 这个 有一度呢 这个我 我记得这个洪志和赵国荣 他们两位选手之间的 这个棋啊 老师每次这个见面 两个人就杀得非常激烈 一度呢 这洪志这个 还取得了比较大的优势 接连取得了这个胜利 但这盘棋呢 应该说赵老师 也是绝地反击吧 他呢 从现在开始 就蓄谋这个反攻了 他当时稳健的 他也可以走退炮 炮三退一 这个时候 就说如果你炮六平八 他马二进三 你一打局 他卷平有对居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个赵老师呢 这个棋呢 就是不甘于这个 稳静啊 他敢于呢 这个进攻 然后接下来洪方走 马来进去 那你敢于进攻 你足都不要了 就吃吧 洪志走得也很潇洒啊 这个也毫无疑问 然后赵老师 这马就铺上了 马心溜 接下来呢 洪方一看 这马怎么上 这马没脚啊 这正好有个顺势一桌 他具有三一桌 这个马 应该说上来以后 应该是没有特别好的去路 那么走到这个时候 怎么解 那么赵老师呢 早有呢 这个策谋了 策谋了 这个计划了这个反击 那么好呢 看黑方呢 是如何呢 这个进行这个 决定反击的 好 稍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 对局的经过 好 接下来呢 黑方出人意料的 走了一部 下午进三的旗 请朋友们 请观看一下 嗯 这个旗呢 前面 肯定是没有马路了 对 那么之所以黑方敢于 从下地区上马 他就策划这种反击 他走了一个 非高向 这招的旗呢 确实是走的呢 勇气不渐当年 嗯 这个赵老师这个 非常敢于这个搏击 对 当时看到这个时候 突然间豁然开朗 就也不理解 黑方这个跳马 什么意思 然后走到这儿以后 觉得黑方这个 这个招法太犀利了 马路了 但这个旗呢 就是说也是冒险进攻 嗯 作为洪方来讲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分析啊 这个旗洪方应该是 冰淇淋把它先吃掉再说 就是这个冰 就要滚过去 就既然你给我吃呢 我也要把你吃掉 那黑方 接下来也肯定 马路了进次 对 洪方 像冰淇淋 这个正式 黑象 对 因为这个象 不好躲 因为你其他地不好去了 那这旗 主要黑方 有马四六还有灯公项两个 哦 如果向一退三呢 向一退三肯定是不好 对 那黑方马四六 哦对 这儿有一个灯 对对 内脚也很厉害 或者马四六都很厉害 对 所以飞向拦住 对 洪方 马四六一等 这旗你不用用常规的炮轮退役了 因为在巨二退役 一捉你这个炮 你就很难硬了 这旗红方可以走炮里面子挡着 就说你打中兵一僵呢 我象可以再退回来 红方这个象也很流火 对 这个旗呢 我觉得既然黑方呢 敢欺向呢 红方就应该这么去吃 到底后边能不能把空中呢 这个也很难说 应该说 这个旗应该说 双方机会相当吧 黑方子力也渗透进来了 而且也有过草麻 也可以多去助兵 但是红方毕竟呢 也是先吃了一个像 也过和一个兵 所以说这个旗 应该说是双方 基本上势均力敌 但是红方这个旗呢 临场他想来想去 可能红志啊 还是背上了这个包袱 他在这地方 他想走的精巧 精彩一些 但是呢 走的呢 却不够精确 这个人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呢 你想的太多了 没准这个招法 倒不太精确 他想先弃个字 他想把黑方马力尽 锁住 其实红志下棋也很凶狠的 他呀 用这个马呀 这个 去堵住黑方的马脚 是白送给你吃 他这个胆 却是胆气的 那些超人 但是呢 你这个旗能不能成立呢 这个值得怀疑 我们再往下看啊 这个旗族 红志的意思就是 我弃子多士 当然这个旗黑方呢 赵老师 还有一种啊 简单的 就族旗 你看 先弃一个 就说你飞 我马来进巴 将来我有脚 就是把这族送掉以后 我这马就开脱了 那这个局面会不会就是 红方少子多兵 对 然后黑方是多子 但是 黑方呢 是 就是多大子 少俗 像这个已经成为 这个定局了 现在已经就是这儿的局面了 那赵老师也比较 明快 他走炮的名义 那红方 狙起平五 也刻不容华 红方 下底炮 黑方下底炮 红方 七兵 突过 先把自己的 对 他等于把这个局的挡住 你要抽象 他有退效 这个棋呢 黑方呢 只能再退马 所以这个棋 红方有局 我们再吃 黑方呢 这个时候 再把其中一跳 对 如果就说 如果红方吃的话 黑方就可以强硬地跳 这个棋表现非常复杂 就是我们在研究这个对局的时候呢 也看 就是说 红方就是这个其中的思路 一个是一将一吃 一将一吃 就可以马五体三登了 将来马三进二这招比较 那如果直接吃了 直接吃了 他就不能马五进三了 他就得马五进四了 为什么呢 马五进三呢 我们看 给大家说 这个差别在这 因为他没吃下 他多了一泡六瓶七 你这个马不能再进了 再进就有闷闷 他得到这个严考 他多了泡七退二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反而占优了 这个棋 那黑方还是 对 马五进四 马五进四就是说的 还是黑方的攻势比较强大 他一个是马四进三 一个是马四进二 这两道棋应该说的 都是取得优势的 你炮轮机 他就马四进二了 将来可以炮一瓶四 白打你这个炮 这个棋还是红方 比较好下 所以实际上 黑方比较好下 实际上他没有去吃 所以说这个 红智这个 从原来这个招法来看的 这个 马七退友这个气马 尽管是很有气魄 但是从精确程度上来看的 却有那么一点欠缺 特别是在这个黑方 这个 积极的这个 进攻的下 他就炮了平七 他去二一僵 他炮去去二 然后黑方就先炮一瓶四 把这个拔掉 这儿的棋盘上洪荒 少了两个大子 他先平平 然后黑方走向西勇 这个棋呢 也确实比较复杂 就是红方有多种呢 这个走法 到底这走哪种好呢 这个棋啊 看着很晕啊 这个 这又吃了个 这又吃了像 对 这又吃了像 又吃这个 这只能吃一堆东西 到底吃两个好 对 我觉得第一感 还是G5平三吧 这不是又先吃霜呢 那赵文 你认为呢 这个吃了怎么样 这也是一种走法 他最主要 他这个棋 他有这么一周 他先把豹 对 他两个炮连上 就说他这一步棋 不是两个字都有根了吗 你吃马 然后他砍你中相 这样 你再吃他中相 来 我们就摆吧 你吃马 他砍你中相 你吃他像 他旧平三 这个棋 眼光站上我们就看到了 这个棋就说 双方反正都有毛病 但是红方呢 明显不行 主要这个中相还丢 对 中相丢了以后 这个像连着还可以 这不行 那是巨武将 吃相 这个先走 实战他也是 实战还是这样 还有一个是 把这个吃掉 他也怕吃相 对 那也不行 吃相主要有个巨武平三 是吧 对啊 吃相巨武平三 也是很大的先手 所以他巨武将 先吃这个中相 这是闷龙叫杀 他出相 出相 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 还是面临一些选择 比如说他 还这个时候 也有出帅 也有巨武推二 他有两个选择 你看 如果他巨武推二 好 红方呢 黑方也有可能 选择这个 还是可以 你要是吃过这个的时候 他也吃进中相 或者他先吃中相就行 你是这个 他再点放 你吃这个马 他也吃这个马 当然说你在吃这把的时候 你要愿意僵呢 你可以把它僵上来 你再吃吧 吃这个 吃这个 你点一下 他上来 就这个棋呢 就说的 黑风老将也很危险 对啊 这个兵也很近 这冲下来呢 冲下来 他可以过来再捉炮 这个棋啊 还是黑方厉害 因为什么 我们看啊 你点 点局 这是沙棋 准备就在明死 一僵 一瓶兵 就劈死了 对 但这个棋呢 用亚规就是合棋 这个 如果我们观察 如果今天在网上下 也可以这么走 很多网站都是一将 一杀算合 亚洲棋 这个我们 中国职业选手呢 专业棋手走的这个 规则呢不行 他一将 然后是一叫沙 对 这中规不行 就是我们职业比赛 红方是禁止的 这种走法 但是亚洲的锦标赛 还有世界的比赛 都可以走 所以说 中规和亚规呢 还是有很大区别 就是通过这一轮 转化的 就是红方呢 暂时没法用聚兵的摧毁黑方 所以这个旗呢 这个 红方还是 少子呢 这个顾级还是比较大 应该说不太整理 但是变化呢 也 还有一些 我没有讲到的呢 也希望大家呢 就是 如果感兴趣呢 可以自行呢 这个拆解一下 反正总的来说呢 就大致的 就是黑方有这么一连炮 这个变化 对 实际上它是 就是先浆里 它先浆 上浆 它又一浆 这冰在这 然后它手就吃 就是 它一看这个泡 必须得吃了 因为你先浆呢 坏的时候就必须得吃泡 因为这个泡要撕开 那必须得吃 它就 只能降物平均 黑方这个时候 走得也很妙 它没有去吃相 吃相的话 它 吃相它是 是不是怕人家下冰 这个棋它也有一些固细 因为这个冰速度太快啊 这个江湾是有杀的 如果你在吃马 我在冲冰是杀棋啊 一江下降 一江 泡棋几 这个酱用上了 对啊 所以说这个棋呢 对啊 所以它先 黑方呢 不太吃相了 它这个 就是说的 根据行政的需要呢 它就跳马 这一段呢 黑方走得 比较紧躁 黑方再跳 这个棋另外一种做法 也可以先将再上 也是不错的 让它把炮 退到底线来 再上 再上下部棋 有马一 马二认三 然后再登向 这个棋也非常凶 但实战招法 这个黑方呢 走得也是不错 它马一计二 它没有办法 它就进降 它走得快把加变 然后它落向 它向一对三 就是黑方呢 这个棋 走得 这个棋 它是不是应该走向五近七 走一下 对 这个棋关键的时候 可能 所以说黑方呢 还是应该先将 它可能看吃这个 它冲下去 对啊 或者打了 把这个吃了 也给黑方制造一些难度 对 这个棋 红方呢 就是可能 时间 还有形势 都比较紧张的情况下 也措施了这么一个 比较顽强的手段 就是 当然 黑方也有一点小的瑕疵 它应该先将再上 把这个炮掉 把炮细上 再马一架 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过了 它先上 这个马 它进降以后 再跳 红方应该走这个 就有个巧招 对 就说你吃马 我打 那老师 它这棋跳起来呢 它很有出降 你等于你白走 这个棋就是说 红方总之还是比较顽强 它实在 它回向 那么黑方这个时候走得很好 马三进一又一跳 它准备一将 马一三将 然后又吃事这些手段 这个棋应该说 由于黑方这个马 跳得太快了 这个马 你看一下跳到 这个卧槽的地方了 这个太可怕了 这个黑 红方还调了半天 这个行 对 红方等于 这个棋应该是去以进攻来带防守 现在变成红方一位的防守了 那么多子的方呢 往往呢 就是能够轻而易举的呢 这个锁定这个优势了 对 它还是继续这个卧槽 对 它没办法 这时候只能飞向 那黑方很简单 它把这过滤把你消灭了 这个棋就锁定这个胜局了 对 你要通过这一圈 黑方这个马 这一串走得很精彩 对 这个一个马换了这个炮兵 对 要把攻势划减 它向三斤 二十四斤 那黑方呢 在优势情况下呢 功不忘手 对 去我退三 就算平六 不是 就这个棋呢 如果红方这个马 要特别靠前 并且黑方没有明显的攻势的情况下呢 还可以下 好 但是这个棋呢 就是说红方呢 由于少了一个大子 多这两个像呢 没有办法给对方进攻 对 或者说这个棋换成一个炮 那么红方也要好得多 因为瘸像发炮 相信 好 应该说走到这儿呢 由于红方呢 失死 黑方呢 可谓是这个 盛局呢 已经在望了 好 我们看看那个 张宏老师呢 最后一段走得也非常严谨 不给红志人任何的 这个机会 孔方巨二进二 巨二进二 一桌 黑方 巨二进四 巨二进七 巨六退三 他呢并不是一味的去进攻 因为黑方这个数字已经多此了 他就是把局势啊 完全控制住 不让你有任何反击的机会 最后呢 就手刀进来了 这个非常老练 这个值得我们初级的 广大的爱好者呢 来学习 他把这个局势 把控住了 巨六退一 最后 马三退一 他这期要马三进六 没有办法 他退 马三进一 准备 马一进一保住 那么黑方顺着去周 你也不敢蹬啊 你蹬他将死 那黑方呢 走得还稳先 把你这马拱回去 红方只能回马 他这个时候叫一项 把你中兵吃掉 他关键的问题就是 不让你这个马呢 前进 这会儿还不能居里平 居里平一将 他吃马 对 马就紧吧 巨二平五 巨二平一 巨二平五 巨二平五 他抱我平二 巨二平一 巨二平一 三进一 三进一 巨六进 好 反正最后这个旗呢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 是吧 总之呢 后来呢 这一吃他 巨六给他 最后是把 红方这个马呢 又转化掉了 可是红方子力上不来 最终呢 这盘棋呢 这个红日呢 这个 这个收给了 这个赵国荣 那么最终 黑方呢 取得了胜利 总之呢 这盘棋 双方杀的 还是非常的激烈的 也给大家带来了 很多这个 欣赏的这个空间 好的 感谢您 收看今天的 象棋 再见